其中他的第米蝦子呢 头太黏 他的这个图呢太黏了 都是红色偏红色 里面呢有一个酒头 而且呢 他正年软都没大 都是用四个三个笔 pH呢 大约是4.5到5.6 所以他想要请教老师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因为 他好像有说到他有移植还是怎么样 这是我们董事长 有用一个代克力做索困 还有三得分 他说如果是没做 做这个索困的动作 做不算是说他成长会比较好呢 这个东西应该是 你说索困这个东西 有用到没有用 有用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较好还是没较好 所以我是觉得 有时候这个很难去 你若是没对面 当然你不要用 不要用这个索困的一定是较好 但是你没有用索困的 他如果是对面 这样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较麻烦了呢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在这种 可能 这些东西 就是说 你若是要用 你若是要用菌跟菌 这一般 当然你就不要再去用 这个三得分 三太分 这些东西来给他做一个杀菌 那么很多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如果是在这个材败的时候 你说 比较大 規金 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 这些这一类的药 比如说 像 这种 是不是有一个生长 多多少少 那有这种 这种 生长意志的 这种作用 为什么也有这种生长意志 比如说 他本来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 他原地可能是没什么事情 本来是没什么事 但是你用的这个农药 比如说 你假设你用的这个农药 是一个农药 是会好管 农药的一个农药 是会好管 这农药是会好管 这农药是会好管的时候 就 有可能 就是说你 就不会去 就不会去 去抑制 就是说你如果是 旧的时候 他比较不容易 较不容易去抑制 但是你如果是 比如说像 这一类里面 这一类的接麦脚存合成 这一类的油 三太分 三得分 三太分 三太龙 这三四类的油 带克力 德克力 非克力 这一类的生长抑制的效果 其实还蛮明显的 在这个油里面 所以在浪土 如果没有的时候 不要这么管 其实 这种 这种生长抑制 其实我觉得 倒是还好 不说 不说 太严重了 不会太 太严重 所以 最主要是 所以 头像头链 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说到 所以你可以去灌一些 不知道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 不知道 有没有到货 这 他灌金 所以 你可以去 可以 所以 通常是这样 那么 有一点 焦头 这比较大 所以你用 这个肥子 稍微 注意一下 还是 这个应该 就 没有什么 的 这个 关系 不要太多 应该就不会 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 海什么 海拔 海拔 青山 青山到 这个 1300到1500 这 可能会稍微 凉一点 但是这个季节 应该在大 很快 所以 应该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所以 有疾患 他通常就不会 买 并说一些 病害 知枯病 疾悟病 这类的解决问题 就 就比较少一点 不容易出事 所以 他在应 当然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 买 买 所以 社长应该是应 我还是觉得 是不是 浪土太大 所以你肥了 所以 现在 如果是 建议 你 既然是这样 你把他灌一缩 玉米树 用米苏 让他稍微大 用500倍 去把他灌 你肥 不要再 你可以用 四美八戒 但是 社长应该一缩 就好了 因为这个东西 应该还可以 但是 底堆 改太多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 也不一定要用 所以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让他一点 像 玉米树 这类的 让他更快 去开金 噴效面 也是可以 但是罐头去追 这样 应该是可以 很快 那么 大体上是这样 这个情形 如果是有机会 可以 收拾一下 看看 因为 这个 头像有黏 有可能 他还是夹掉了 他就更不开金 所以 我们稍微 就用一点 玉米树 这个东西 做出力 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帮助 他的 这个 开金 那种 金的 里面 有一点点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体上是这样 这一档有两个朋友 一切做一个了解 好